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療法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和朋友都可以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療法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的主題繼續講高血壓 上集醫生提到有很多西藥都會引起高血壓 例如是鼻孕元、非類固醇的消炎藥感 其實上集已經提到有四種西藥可以治療高血壓 上集我們講了三種 第一種是去水縣 第二種是B瘦體阻滯劑 第三種是血管緊張素轉換回抑制劑 Ace Inhibitors 那第四種 醫生可否幫我們解釋一下 第四種 概通道阻滯劑 Kalcium channel blockers 我們也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在西醫的一向下 治療的高血壓 有四大類的藥物 但其實每一個藥物本身都有很多副作用 你會看到 為什麼有四大類出現 就是很明顯 第一類 用後發現不夠 或者有很多問題 然後就去考慮第二類 第二類發現後 有很多問題 或者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專類時間過了 他要找一些新的藥物 幫助銷售 所以其實每一種的藥物 都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我們上次還沒有時間講 第四類 叫做Kalcium channel blockers 或者叫做蓋通道阻滯劑 這個差不多是近年 大概近二十年左右 才開始比較常應用 這種就是 我們蓋 即是我們蓋 是通過有特別的通道 是通過我們去到 我們心臟的肌肉 這個也是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令到我們心臟的收縮跳動 好 那這種阻滯劑 即是那個 蓋的通道阻滯劑 就很明顯 就會幫助我們那個 心臟肌肉的血管 是擴張 讓它就可以減低那個壓力 令到我們的心臟 封血的時候 就更容易進入 對吧 即是你血管不要那麼收得那麼窄 好了 但問題呢 這些藥其實副作用是有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一種叫做 叫做Dyacin 或者串串給你聽一下 D-I-L-T-I-A-Z-E-M D-I-L-T-I-A-Z-E-M 那這種是一種 即是所謂新的 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 這類的藥 那這種發現呢 原來它副作用呢 是會出現很嚴重的皮膚問題 那其中有一位42歲的男士 那用這種藥呢 去意企圖醫治高血壓 跟著呢 它就出現了一種很嚴重的皮膚 整體性的皮膚的出疹 那英文學名叫做Stevenson Johnson Syndrome 那其實它的表面症狀呢 就整身都是出了嚴重的疹 那這個在《針刺》雜誌1993年 即是刊登了出來的 好了 那另外一些研究呢 譬如在那個Colorado大學 Colorado大學呢 那它發現呢 這些藥呢 如果是對那些有糖尿病的病人呢 其實這類的 這類的概通道阻滯劑的 降血壓藥呢 其實都有危險的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用一些 即不是要打針 不是要打胰島素針那些 那些糖尿病的病人 那它吃了一種藥呢 這隻 那種 那 bumped reduction 那種藥呢 叫 przandop part education 是Niсьol done 萊殼排� 웃 Ni like Sol done 妖 Kelly 那牠們呢 找馬上身薯症的病人呢 癌隧症的病人呢 猴子став pan Ni so y NiLo 那八辣? 那湯鯧量病病人呢 就是比较另外一种的ACE inhibitor 就是我上次所说的 另外一种药叫 Enalopril malleate 这种ACE inhibitor 就是另外一类的药 两种药比较 发现这种新的 就是大碎类型的新的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 它会增加心脏病的发作风险 成为5倍的 这个是哪里的灯? 是新英伦这个习纸1998年刊登出来的 另外在瑞典 也有一个研究 它发现吃这类的糖尿 肝血压的药 比较另外那几类的 抗肝血压的药的人 他们竟然自杀的风险会增加 增加有5倍这么多 这个是瑞典的 你看这个危险是很危险的 好了 那么多的研究之下 另外一种药 就是最近美国的FDA 联邦食物药物管理局里面 它就开始指沉出一种药 叫做Nifetapine Nifetapine这个药串法是NIFEDIPINE 这种药原来 那个FDA也开始发出一个警号 它说原来这种药会有什么问题呢? 它有时候会令到你的血压突然之间 即是罩降 薄一声跌得很厉害 令你的血压跌得很厉害 接着呢 5个小时之后呢 会升高得很急的 那你知道呢 这种这样的现象呢 是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很容易令到你的心脏病发的 嗯 那之后你会看到呢 其实这种药本身就是这样 好了 那曾经呢 在那个JAMA 1995年呢 曾经有份文献呢 就说出这种药 实际所说的Nifetapine 这种药呢 是这么多种的 这种药是最危险的药 那美国的美国医生呢 曾经就已经开始都有警示了 就叫那些人就不要用这种这样的药 这种药呢 是差不多可以说是短暂性的 叫做short acting 短暂性降血压药呢 但其实呢 就危险很高的 那这个也是根据了16个医学文献 是根据8000个病人呢 所做出来的得到的结论 他说呢 这种药呢 那个死亡风险呢 是会增加到1.06 对平时来说 那平时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那个食量 当进食量呢 是30-50mg的话呢 一天的伏量呢 那他那个死亡的风险呢 会增加1.06的 那但是呢 如果他那个药 那个药剂那个药量呢 是增加到每日80mg的话呢 那他死亡的风险呢 是增加成三倍的 OK 是增加成三倍的 那也都有一个 在英国的医学雜誌 1992年呢 也判断了一个个案呢 有个病人呢 呢 服食了这种药呢 Nifidapen呢 那在30分钟之后呢 就即时呢 就是失明 哇 那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这个是挺严重的 在医学雜誌 其实大家都指沉了出来的 那 好了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一个机构的研究呢 他发现呢 服食这个Calsium Channel Blocker的人呢 那他整体来说呢 比较食用就是简单些的 最早期的抗 就是那个那个利尿药呢 Diuretic 或者Beta Blocker 这类的第一 第二类的药呢 食现在最新的那种药呢 他们那个心脏病的 那个复发的那个危机呢 是会增加60%的 增加多了60%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呢 就是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他们都发现呢 就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脑部的改变 就是他发现呢 在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呢 是进行了1000个男性和女性 就是65岁以上的呢 发现他服食这些这样的Calsium Channel Blocker 他们的脑袋呢 那个脑的那个物质呢 这个白色素的物质呢 叫White Matter呢 是增加了的 那就是明显到呢 就是我们脑有一种灰的物质 Gray Matter 和白的物质 那白的物质呢 通常呢是我们那些 叫做Connective Tissue 来的 那个折薄用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这个白色的物质多呢 而相对灰色的物质少呢 其实我们脑是其实退化了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服食这些这样的高血压的药呢 你看看 始终很多老人家呢 吃很多的抗血压药呢 其实很可能呢 那个药尺寸得比较更快一些 OK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 那经过这么多的问题之下呢 那他们开始呢 就探讨了 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去处理到呢 那其实我们知道呢 心脏病的问题呢 有很多风险的 高血压呢 是只不过其中一种的 那其实我们应该考虑一下 就是其他风险 因为我们发现呢 如果只是因为高血压呢 来到处理那个心脏问题呢 其实是不足够的 就是其实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风险来的 那我要考虑其他风险呢 比如好像有没有吃烟呢 那个体重呢 是不是肥胖呢 是不是糖尿呢 是不是是不是高胆固醇呢 或者呢 是不是那个运动不足够呢 那其实这些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导致我们心脏病的风险 就不是单单呢 我们只是要看那个 那个高血压那方面的 那所以现在的新的方法呢 那我也都要大家 就是大家给不同的指引 那但是到底指引是怎么样呢 就是有些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太过清晰的 那就是大家都不是很知道 在这方面呢 到底哪一种方法呢 是最有效呢 袁医生那你刚才说到有很多风险 那包括那个肥胖呢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我们都说呢 除了不只是高血压 那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 那大家都听到的了 那些人 那些人呢 哎呀你你你就是减肥会好些 那那那实际上也是 那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资料呢 他说呢 就是减低 就是减低的体重呢 当然呢 也都可以减低我们那个 那个高血压这个问题呢 那另外有一个研究呢 那大家知道 那美国 美国那个肥胖的问题 挺严重的 差不多23到30%的美国人呢 都可以说呢 是痴肥的 就是不只是肥 是痴肥的 那样的 不只是普通的肥胖的 那而在任何时刻呢 都有百分之二十的男性 有百分之四十的女性呢 是不断呢 是企图去减肥的 那这个呢 是1994年呢 那个《针刺》雜誌 都刊登出来的 那有很多人做极运动 又吃很少东西都减不了重 那有些什么 有效一点的方法 那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啦 就是减肥的人呢 是很多人去试啦 是不是 但是始终呢 就是能够成功的人呢 有多少呢 或者我先讲讲下 就是那个 在科研方面 在那个 就是减肥和高血压的关系 那其实呢 他们有一个 在美国医学雜誌1996年 那他发现呢 他说呢 有四年的 如果一个人在四年里面呢 平均可以减低了7.9磅 或者3.6公斤的人呢 或者呢 每一个星期呢 减少喝酒 一杯 减少一杯 一个星期减少一杯 那还有呢 如果呢 如果我们那个饮食方面呢 是用低那个胆固醇呢 和低脂肪呢 其实呢 可以很大大地呢 是减低我们的高血压 这个问题的 那很多时候呢 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 如果他能够停止 就是吃烟 这样呢 是加上去减肥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根本是可以很容易 很成功地 控制到血压的了 好了 那你刚才所问的 其实减肥的人 好像刚才所说的 百分之二十的男性 百分之四十的女性呢 都无时无刻 是企图去减肥的 那我也都看到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是 其实吃的东西已经 就是不多了 其实做运动 也都是非常之够的 那但是始终呢 是好像都减不了的 那所以减肥呢 其实呢 那个关键在哪里呢 是不是运动是一个主要因素呢 是不是那个进食 那个食物是一个因素呢 其实说真的来说呢 食物的多少呢 不是一个最简单的的因素 和这些运动多少呢 其实都不是一个最关键的 因素的 其实最重要呢 就是你的身体的体质 和你的身份代謝 嗯 那就是有效的方法呢 是要令到我们的身份代謝 是基本的身份代謝 我们的Basal Metabolic Rate 是本身要提升它的 就是不是靠你运动的时刻 你知道呢 如果靠运动去呢 你可能要跑一半个钟头 跑步跑一半个钟头 就是等于吃少两块面包那样的 那怎么提升呢 好了 那我们提升的方法呢 其实呢 就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发现是有效的 就是你的饮食方法 那 那 减卡路里呢 大家都看到呢 是不是那么有效的 那 那吃的方面呢 是吃些什么呢 那我以前呢 就叫人呢 就是吃 值低脂肪啦 或者有些人呢 是吃素啊 或者减低那个淀粉质啦 那但是其实有些是用 我叫做高蛋白质 那就加上就是适当的运动啦 那这个一向都是这样的 那但是最近呢 我们坊间呢 我才开始呢 有些新的治疗工具呢 其实是一个同类疗法的疗剂来的 那这个疗剂呢 是来到由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 生长荷尔蒙里面的 一种同类疗法的疗剂 就是本身已经是很稀释的了 那但是呢 原来呢 在同时用服用这个同类疗法的疗剂呢 是可以令到你那个 减肥的速度呢 可以减得很快 还有呢 是最紧要呢 就不会反弹 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减肥呢 如果你更加不吃东西呢 更加折制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比你减得到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在一年两年之内呢 都会反弹 百分之九十几呢 都会反弹的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种方法呢 是可以减低你那个 反弹的机会 那这个的工具呢 一种同类疗法的 最新的滴剂呢 那我们都开始形容呢 发现这个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那还有一个 有些方法呢 比如我最近在 我们录创业的 有一个 有些录音的 那个 那个 DVD 那也有一个呢 是说那个 生机饮食 用Juice 用那个 蔬菜汁那个 那叫做 7 pounds in 7 days 就是一个星期里面呢 是可以减足 7房 那其实它的方法呢 都是用大量的酵素的饮品 是 蔬菜类那方面的饮品 那这个最主要是酵素 酵素呢 是一种吹梅剂 也都帮助我们 就是加速我们的生产代謝 那我们这个 大家有 就是需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健康店呢 就可以买这个 7 day 7 pounds in 7 days 这个方法 那或者可以采用 我们 曾经所说的 一个疼法的一种滴剂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 那什么叫做肥呢 是不是 很多时候 那些人呢 都搞不清楚的 那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呢 其实你肥不肥呢 就不是看个绑的 就是有些人很健碩 就是肌肉很多的 那 那你看上去呢 你不觉得他肥的 但是他很重的 就是他的肌肉很重的 那 所以肥不肥呢 其实我们要看呢 就不是只是看个绑的数字 是反而要看个镜子 你脱了一件衣服 你对着镜子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 你能否感觉满意呢 那这个就是最够准确的 那但是大家都听过 是那个BMI 是吧 那最新的BMI的说法呢 就不同了的 最新的做法呢 就是看你的腰围 看你的身高 嗯 如果你的腰围 除你的身高的话呢 如果它是能够是40% 就是40%的话呢 是最理想的了 那就是你的腰围大家知道了 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呢 其实跟你的腰围是 是关系更大的 就是不是你整体的 你整体很重 但你腰围不大呢 你的风险也都不是那么大的 那所以呢 是现在的新的BMI的做法呢 就是用你的腰围 去除你的身高 Divided by 被除 是 如果你是能够去到40% 去到40% 那这个就是最理想最理想的了 那但是当然了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起码呢 就不要高出一半 就是不要高出一半 那如果能够去到呢 是 一半以下啦 那那个效果会是更加好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呢 就是用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量度的方法啦 那就是看你的那个腰围 那所以腰围是反而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强调呢 嗯 其实你那个 有些人就是用很多 运动去练腹肌的 嗯 但是也都有新的资料呢 发现呢 其实呢 你的腹肌呢 之所以出不出现呢 其实不是和你做的那些 做多少的 其实反而最重要呢 是你吃些什么东西的 那其实现在有些不同的 营养补充剂啦 比如L-Carnadine 那帮助你增加肌肉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肌肉多少呢 是和你吃东西 和吃些什么的营养补充剂呢 其实关系比你更大 你做多少运动 明白 其实做运动很辛苦 我也都认识很多病人 其实他呢 就是真的 运动量呢 是高到我惊人的 我自己都和他都是 就是差到很大绝的 他做做做做 很多很长的时间 但你看到他呢 都是大大隻隻 泡泡这样的 嗯 就是吃错东西了 可能 是的 你吃哪一类的食物呢 是和你的身体肌肉的分布呢 其实关系比你做不做运动的 那有些什么有效的运动 可以帮助体重呢 是的 那你也看到了 即是高血压那方面 是不是 那我们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 一种就是那个叫做大氧运动 那大氧运动的好处呢 就是会调教你的那个 那个生臣代謝的 那也都是呢 就是做得大氧运动呢 会减低你的那个高血压的 这个已经肯定了 那你看到呢 香港人呢 香港的人的那个平均寿命是很高的 甚至乎呢 有一年呢 香港人的 男性的平均寿命呢 是 竟然是世界最最最长的 那但当然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排第二第三 日本通常都是排第一 那 那还有一个小的国家呢 都是最近都看到出现呢 都是排得很高的 甚至乎比香港的 那 那为什么香港人呢 是会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平均寿命那么长呢 其实我觉得呢 香港人呢 是有很多这些神运的 爬山啊 还有呢 是游泳 就是香港很多老人家呢 是 一年四季 就算冬天也好 那香港好在冬天 是有限的 不是怎么样冬 那 那他们都会去沙滩游 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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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感觉呢 这种这样的 就是简单的 咸三运动呢 是令到香港的老人家呢 是长寿一个很主要很主要的原因 那 那当然呢 除了 一减少那个 酒精的进食量 那些酸酸辣那方面的进食量 那也都很紧要的 那所以 香港人做太极啊 做瑜伽啊 或者做那些气功啊 那这些其实呢 这些所有这种 这种类型的运动呢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减低血压 那袁医生,在食物方面,他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食物方面,有些什么食物呢? 在我们科研方面,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不要吃那么多盐 因为盐是有腊,腊膏也会导致血压 我们要知道我们吃东西 比如我们吃一个芝士伯格 芝士伯格里面的腊成分 已经是我们每天建议进食量的150% 这么夸张 一个芝士伯格已经是这么多了 好了,到底腊对我们的高血压的关系大不大呢? 很有趣的,因人而异的 他发现有些人戒炎会帮助血压 但有些人的血压和盐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了,腊是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因素,似乎跟血压更加大关系 这个叫做甲,Protassium 甲,我们发现有些新的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饮食方面,把甲的进食量增加了 我们的中风的次数会减低 这个在新英伦的雜誌1987年 都有这样的刊登 所以在食物方面是很多的 好了,印度 另外我给大家了解 另外一个印度是Universal Purna 在印度 他们发现,就试一下 我用甲的补充剂 或者加上尾 这方面对病人的高血压有没有帮助呢? 我发现也是 如果吃甲的补充剂 再加上尾 即使用甲就减低血压是很明显的 再加上尾 反而那个效果就没有增加 即是甲是反而重要的 那为什么我会提及尾呢? 原来在我们的急症室里面 当个人心脏病发 那血压高呢 在急症室通常是会做什么呢? 它就会静默滴住尾的 那其实尾呢 可以直接是扩张你那个血管的收缩 所以看到这方面就是那个甲的方面 那也都解释了 就是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那些食素的人 那他们始终呢 那个心脏病发 和那个高血压的情况 似乎是减低 那知道呢 梳塞里面呢 其实呢 是我们有很多 那个甲的成分是比较高一点的 明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 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回到今集的第二节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说了高血压和饮食的关系 麻烦医生继续和我们分享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饮食的人 这类高血压的病 或者中风心脏病 会减少一些 当然 因为素食水果 在我们的蔬菜里面 甲的成分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要留意一样 原来在我们的煮食方法方面 如果我们的食物是煮得太久 我们会流失很多的甲 所以我们也尽量记住 不要用水去煮它 因为水会将它融化之后 通常人们的水都不喝 倒了 但当然了 你做清湯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蒸的方法 或者轻微地炒 炒的好处就是 食物在外面是熟的 里面是生的 所以可以有熟的食物的口感 所以可以有熟的食物的口感 也有生的食物的营养 当然了 最普遍的 咸甲膏的食物是什么? 是香蕉 大家记不记得香蕉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原来香蕉皮可以衣 可以衣那些油 我们不断有些病人 就回来 都告诉大家 他们成功地运用这个方法 但我最近有个患者提起 他说我油在头发那里 就是头皮 头皮 头皮 头皮那里 还有在面那里 其实都挺麻烦的 因为她是女士 有长头发 其实你很难 黏香蕉皮 结果我就教她另外一个方法 原来在同学疗化 一直都有采用 有一种膏 是有一个叫做 是一种草本的植物里面 是做出来的一种药膏 结果我教她 那算了 你用书爺 我最近和她复诊的时候 她也提供她 有很大帮助 袁医生可否传一传给我们听 书爺是THUJA THUJA THUJA 这个其实也是同学疗化的疗剂 有一个相当大的疗剂 我过去好像未曾有和大家分享的 书爺型这种药膏 是怎样形容的人 但是大家记住 如果香蕉不方便用 或者是未行 另外一个是帮油的是SUYA 刚刚有个患者 给大家说起这种药膏 是奶油来的? 是奶油来的? 是奶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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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一种膏 一种油油的膏 容易塗 如果你是水汪汪的 你查不到它会流走 嗯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 我们饮食方面和血压有什么关系 其中我们也看到 钙和尾 大家知道 这个和我们的心脏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和大家说过 就是在吸症室里面 如果我们突然之间有心脏病发的 吸症的做法 除了用CPR 除了用电 来启动它的心跳 其中一样东西它用 就是用静物滴住的尾 我知道尾是很有帮助的 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 根据655位男士的年龄 介乎45到59岁之间 我发现这些人是有些 所谓的那些心肌缺血性的心脏病 就是血液去不了的 那当年很明显 那个血管是比较收缩了 那发现这些人呢 是他们每日进食的尾的进食量 是比没有这种这样的症状 就是没有这些心脚痛症状的人 是少了12%的 OK 所以大家都觉得 其实我们会不会吃多些尾 吃多些丐 是会有帮助我们减低心脏病 或者高血压呢 那暂时都没有定断 那很可能呢 真正有效的用法 要用植物滴住 那但是甲是肯定的 就是Protestium 用甲的supplement 已经知道了 那有什么食物是有尾的呢 其实很多一些叶绿素的蔬菜 我们的Colofil 我们的叶绿素的Colofil 其实好像我们血里面的血小板 那些血色素 那其实绿色的叶绿素里面 其实有很多尾的 所以为什么呢 吃多些深绿色的食物呢 我们可以吸收的尾方面 会比较多些的 那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了 饮食方面 如何影响我们呢 那发现呢 如果我们饮食的习惯里面呢 是很多精炼的糖分 或者很多饱和的脂肪 或者喝很多咖啡或者茶 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那我们发现呢 如果一天喝咖啡 喝两杯咖啡呢 其实呢 可以是短暂性提升你的血压 那当然呢 很多很多人呢 可能是长期呢 就是进食很多的咖啡因的食物呢 那尤其是男性那方面呢 那有很大机会呢 这个会导致他们的血压来增加的 那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时候 那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时候 那我曾经说的年纪大一点 那如果年轻的人呢 有压力之下呢 是有些人用那些咖啡提神 那很容易呢 是将血压呢 是来到来到提升的 那就是 好了 那这个就是咖啡啦 和茶啦 那我们也都发现呢 如果我们将 能够将我们的动物脂肪的食物呢 是减低它呢 都会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我刚才提过了 素食的人呢 通常呢 他们的血压呢 都是比较吃肉的人呢 是比较低一点的 是 那 有些素食的素食者呢 那就是除了他们那个 不吃肉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因为他们吃那个 那个水果啦 纤维啦 蔬菜呢 和完整菇菇比较多的 那就是有些人觉得呢 其实呢 不是说因为他们不吃肉关系 只不过呢 他们吃的那些蔬菜 吃得多 那就是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呢 就算有些吃肉的人呢 如果他平时呢 在那个饮食方面呢 那个蔬菜那方面呢 水那方面呢 是增加回多些呢 其实都是一样那么好的 那很多人都整天都问我啦 就是现在的饮食应该是怎样 最先为之最佳呢 那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个 那个食物那个金字塔啦 是 那我跟大家都讲过啦 其实很多的食物金字塔 所提供的资料呢 其实呢 是食物公司提供出来的 那不是真的有科学的研究呢 是证实呢 这个是最好的饮食方法的 那最近呢 有一种新的食物金字塔 我以前好像都和大家分享过的了 那在我食物里面呢 其实最主要呢 是那个蔬菜类的 是 最底层呢 属于最多呢 是应该的蔬菜类 那但蔬菜类呢 都要避免呢 是一些根部的蔬菜 譬如有些薯仔啊 那这些呢 是淀粉质很多的 那就是蔬菜类呢 是叶绿素啊 就是不同颜色啦 是 跟着呢 就是上一步呢 就是金字塔 再上一层呢 就是那个 那个水果 是 水果呢 和呢 那个 那个种子 和那些豆 pulses legoons 豆科类的 那你知道呢 豆类呢 虽然有淀粉质很多的 是 但是呢 它那个蛋白质呢 相应都是比较多些的 嗯 好了 那再上一层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种子啦 那些果实啦 种子啦 那再加上呢 那个油啦 是 麻子油啦 那个 那个月见草油啦 橄榄油啦 还有椰子油啦 嗯 还有呢 那个麻子油 ham oil 是 就是火麻人的那个 那个麻子油啦 那再上呢 才是讲肉类 那当然啦 那鱼啦 和飞禽啦 白肉呢 是占为多数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最新的 我们叫做 食物金字塔啦 我们叫做 Pyramid of Eden 就是伊弹圆的食物金字塔 那我看到呢 里面很明显呢 没有dairy product 没有牛奶类的 芝士类 完全没有了 那还有呢 是没有那些谷类的食物的 嗯 那现在有一种说法呢 我们的人的体质呢 是早期呢 都是我们叫做hunter gatherer 就是我们是一种暴裂的人的 嗯 我们是暴裂食物呢 就是采集那些果实啊 种子啊 那我们不是种植的 那直至到我们近年呢 开始我们又开始耕种啊 开始大量地种植那些 谷类的食物呢 那我们开始那个 那个淀粉质的进食量开始多啦 那我们就很多文明人 那些衰退 那些退化性的病呢 就是慢慢地是越来越多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我们的食物的金字塔里面呢 就是陈青我所说的 那个食物食方法呢 简单来说呢 要介绍所有的 所有的 和那个 淀粉质有关的 那有些人 有些是无犯不欢的 那有些人真的 习惯上是无犯不欢的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如果你选择性地去吃那些食物 就是我陈青所说的那种食物 那油份比较多些 吃多些 就是椰子油 那我觉得呢 那些人呢 会吃得够饱的 就是不会觉得呢 好像没有饭吃呢 那些糖好像不够那样的 那我也都跟大家分享过 现在有一种叫做白儿子 Cear seeds 那这个呢 也都是呢 就是一种 古代的帝王的食物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可以很简单 就这样浸水 发酵 就是发大了之后呢 那去吃 或者再简单来说呢 就这样小小 一根一根 倒入口 拿开水 冲进去都可以的 那这些也是呢 是帮助我们 稳定我们的血糖 令到我们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呢 就饿到发散软体 那其实很多人都是 因为这个情况呢 都是一不饿 一饿呢 就是个人很不舒服啊 个人发敏症啊 那这个很明显呢 是跟我们血糖的问题有关的 那我曾经所说的 饮食方法呢 是有机会用下的白耳子 那这个呢 是会稳定我们的血糖的 好了 那那脂肪酸那里呢 那最近呢 有个有个有些资料是 是开始推药我们的那个 那个椰子油啦 是不是 那我早年呢 就说啊椰子油是不好的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那个胆固醇很高的 那但最近发现呢 根本胆固醇这个问题呢 我上几集跟他说 是一个大骗局来的 是 根本是胆固醇 我们身体的必需要的油 来的 那我们不可以没有的 那我们我记住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patient 那就谈起来 那么他就 企图呢 是介绍他的弟弟 用那个 用椰子油 那但是他当时他不小啦 是不是 搞错啊 椰油是胆固醇高 就是到一般都认为 是不好的油来的 那他就于是乎呢 就介绍了一本中文书 是椰子的疗效 椰子的疗效 那他的弟弟也很好 那看了一本书 然后呢 哇 跟着大量的用 他一天呢 就不知道有成六七根 六七根那些这样的椰油 那他呢 那他就很短时间呢 就轻了成十几磅 哇 那很多时候 那我们很多错误的讯息 那原来呢 那椰油里面呢 是虽然很多脂肪 很多油 所以不是fat 是那些oil 那我有一种叫做呢 是叫做单饱和脂肪 是mono circulated 那椰油本身呢 也都香 可以耐热 那我们用椰油煮东西呢 是耐热的程度呢 比橄榄油更高一点的 那椰油本身呢 就有叫median chain fatty acid 那这个呢 就会帮助我们身体的那个 推动我们的新层代謝 改变我们的基本新层代謝呢 是一种原来很有效的减肥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呢 吃椰子多的地方 通常都是热带的地方 那一般来说呢 你看到呢 他们的肥胖的问题是很少的 那所以那个好的脂肪酸呢 也是非常之非常之有用的 好了 那再看回我们的科研那方面 那这个科研呢 就是1999年 那个《针刺》雜誌里面的发表的 那他们就说呢 是去调查有一万一千位 在曾经经历心脏病 而没有死去的人 就是传活了的 那他们呢 发现呢 如果他们是 惯常性去服食阿米加三的鱼油 的补充剂 那可以减低他心脏病 第二次发或者中风 第二次再出现呢 是可以减低这个风险的 那这个研究在意大利的 那他发现呢 就被一些 就是 存活下来的 曾经经历的心脏病 中风的人呢 被他吃鱼油的 補充剂 鱼油丸也好 总之 那维他命E 或者两样 那或者完全都没有 或者两样都不用 这样 那做了一个这样的比较 那经过三年半之后呢 食鱼油的人呢 第二次心脏病或者中风或者死亡呢 是有12.4% 而比较呢 是两样都不用的呢 是13.7% 那虽然呢 那个死亡减低呢 不是减低的多很多 是1.4% 那但都看到呢 是那个有这方面的 那个疗效的 那 那油方面呢 那我再看看那个酒精 那是不是呢 那现在最近呢 也都香港呢 那些人开始品尝 红酒 红酒 是 就是好像开始 立刻叹咚 那最主要原因 我和大家都说过呢 是因为那个税务的关系 那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伦敦呢 曾经是这些 这些酒的 就是品尝 就是那个 买卖酒的中心来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伦敦呢 在对于这种酒 是不抽税的 那所以很多欧洲的那些酒呢 就会在伦敦呢 利用伦敦这个 的免税的环境呢 就做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个 批发 那个酒的中心 那最近香港呢 都想做这一套 那结果呢 我们香港开始呢 很多地方呢 都开始有这些 就是红酒 白酒买了 好了 那我们都说呢 那 那到底是不是喝一点点酒 每天喝一点点酒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那个 那个血压呢 那这个无疑也是的 那但记住呢 都是不要喝太多 OK 因为始终你喝得太多的时候呢 你有其他的问题 我知道了 然后酒精会伤到脑 会破坏我们的脑袋 那也都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总之是适量 不要太多 OK 那应该喝多少呢 好了 那在那个研究里面呢 他发现呢 过多会导致这个问题 那所谓什么叫做 适量呢 其实都某个程度上呢 都可以说 视乎你个人的体质 那我相信呢 就算每天喝一杯 小小杯的红酒 那这个呢 是不属于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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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 但是呢 好了 那红酒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 比如啤酒 那啤酒呢 我们含有一种 一种叫做 Tiramine 那啤酒越黑呢 Tiramine越高呢 就啤酒就越黑的 那如果发现呢 那 就是呢 啤酒也好 就是适量 就是不要太多 都会有帮助的 好了 那 酒 那我们整体来看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 如果我们食物里面 蔬菜 水果 或者低脂的 那个 那个 牛乳类的食物呢 的人呢 那他那个血压呢 是肯定呢 可以减低一点的 那么 那上那个收缩压呢 是可以减低到 5.5mm 和 是3mm 就是上压和下压呢 是可以分别呢 是可以减低 5.5到3.3mm的毫米的 那 所以这个呢 也都是知道 就是那个 dye的分别 那我上一集 我都提及了 譬如那个 鼻孕丸 是吧 病院会导致我们 那个高血压 那 还有有一种食物呢 就是那个 甘草 那 那 中国人呢 就不是那么多用的 就是那些糖果啊 餅肝里面 那在外国很流行的 那也都有些 在外国很流行的 那也都有一些 一条很长的 红红色的 那个liquoise candy 那这些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当那种糖食 那样咬的 那种软糖那样吃 那但这个呢 也都是呢 就要不要大量吃 尤其是老人家呢 吃得大量吃这样东西呢 也都会导致我们 那个那个 血压高的 那还有一些 其他因素呢 就是我都 刚才都 你都再提了 讲及呢 就是那个 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你知道啦 类固醇是很危险的啦 那但有些人呢 关自然的时候呢 那西医呢 始终呢 都是用一些药物的 那他用一些 叫做 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也都会导致我们 血压高 那还有些是 重金属啦 譬如那个 鲜呢 鲜呢 那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鲜棉呢 那这两类的 重金属呢 都是很容易 是导致我们 那个血压高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其实最有效的 的方法呢 都是用头发的 那个测试 那头发呢 是储藏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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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呢 是会储藏得很多的 那你知道了 早年呢 我们那个 那个 很多的油漆 都含有圆的 但是知道了 现在已经禁止了 但是始终很多的 那些旧屋啊 旧那些油漆呢 早年都可能 都有这些 用这些含圆的 漆油 那很多小朋友呢 就是 出牙的时候 会咬一下咬一下 那发现呢 也都很多小朋友呢 就是因为这种 这样的 就是咬 吃那些 那些 那些 漆油啊 或者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玩具啊 那导致呢 它那个圆的成分 提升了之后呢 结果 导致它将来呢 是出现了 那个 那个高血压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那其中一样东西呢 我可以试一下 用那个头发的测试 那或者他记忆之中下 他以前呢 在工作那个 例如做装修的环境呢 那很大机会呢 是接触那些重金属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一个就是头发的测试 是看一下呢 到底呢 那个重金属 是不是一个导致的原因呢 那好了 那我最近呢 也都有个病人呢 就是跟我介绍的一个工具 那原来呢 他说呢 那他说呢 他用那个叫六角豆 六角豆呢 应该是叫Ocra 那是黏黏的 好吗 是啊 其实实际肢 好像手指那么强 那样 是六角形那样 那其实很多超市呢 都不难买得到 都要找一下 那吃法很简单 那就烧一下它就可以了 那或者蒸一下它 那我有一时呢 点一下那些liquid amino 那他有次我和他儿子呢 就是因为他儿子 以前吃很多那些西药 那些高血压药啊 精神科药啊 我说 始终你真的 长远来说 你一定不行的 你一定要慢慢去减 那我都经常呢 就和他看着血压的 那那一次我和他血压呢 哇 完全正常 都比正常更低的那样 那我就问他 啊 多好啊 那他就说 是呀是呀 我最近和我儿子呢 我儿子呢 就开始吃一些六角豆 那他说 那容易买的呢 那其实我也吃过的 但不是经常吃的 那他说 是呀是呀 在我们公司的诊所 在渣店街的诊所 我对面没有个灯笼洲街市的 他说 他里面都有的了 不知道哪一档 你走进去吧 找到的 因为知道有时候呢 有这些这样的简单工具呢 我都很喜欢介绍给我的患者的 那所以大家不妨呢 就试试六角豆 那六角豆 那六角豆是一种 都味道ok的食物来的 那自己平时呢 没吃多些六角豆 那加上我所说的香蕉 那这些都是一种 全部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来的 嗯 明白 医生如果有些懒人 又不想做饭吃的话 那有什么食物补充剂 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高血压呢 是的 那你知道呢 即使人吃素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所以呢 吃素的好处很多 就是不单自己健康 还有整个地球的环境啊 我们的运用资源都很有用的 好了 那有没有一些 就是食物补充剂呢 拍几粒所谓拍几粒药丸 那样呢 那当然呢 我们都觉得呢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 只是依靠这件事 那但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 在我们的自然疗法 在营养的研究里面呢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不断地有的 就是你每天都看都看不完这些资料的 那所以有些人常想着呢 就说那些 那些我们的自然医疗那些工具 是没有什么研究 没有什么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臨床的足够的研究 其实是错的 其实科研方面呢 其实是相当之多的 那当然呢 有很多的治癌的工具呢 那可能都是阶段 都是在个动物那方面 初步去动物 一用到去人那方面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就不容易做 因为需要很大的资源 很大的 可能是数几 数百万的美金左右 好了 简单来说呢 我和大家分享 有一种叫做 库Q10 那个父母Q10 库Q10 原来库Q10呢 在欧洲和日本呢 是广泛呢 是用在治疗 就是广泛就是说 数百万人呢 是那种心管 心血管疾病 就是心脏病 血管的问题的 这样呢 它发现呢 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体里面呢 它们的库Q10呢 那个缺乏呢 是比那些 没有高血的人呢 是缺乏得比较更加多的 那在日本呢 1947年呢 已经批准呢 可以用这个 库母Q10呢 可以用来治疗 充血性的心脏衰竭 那也是呢 治疗一个高血压的 草有效的天然工具 好了 那除了QQ10之外呢 那有些人会问 那其实 复食量多少呢 其实大概可以用 50到500的毫克 都足够的了 那通常呢 你看回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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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建议用量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水解乳清蛋白 叫做 Hydrolyzed Whey Protein 是一种一种呢 容易吸收的 上等的蛋白质的 那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是那些练大脊的人呢 就会用的 会用来帮助他身体 增加肌肉的 那原来呢 他也是一种 天然的 血管抗张素转换 就是好像ACB 那个Inhibitor 这方面的 就是他可以发挥 这种这样的作用呢 是令到肌肉周围的 收紧呢 是 是干扰它 是可以减低它 是 那可以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种 天然的ACB Inhibitor 也都没有这种 这样的副作用的 那我看到了 那这个呢 也是一种经常用的 Cocutane 和那个 Wave Protein Powder 那除此之外 那个 那个 维生素D 对 那个 那个 佐船的 那个 精胺酸 Elcanadine lacuffin 佐船肉 ine 那 TY 40 那这些都一种 最新的 的营养补充剂 那 牛黄酸 Taurin targeting 阿迈阜申 和三 这类的东西 那ные 那些是全部的 可以说呢 他可以为 recursos 有所支援撂流 当然但 大蒜、芹菜、阿麻子油 还有Hot Fornberry 是霍桑浆果 这个是在自然医疗里面 是一个常用心脏病问题的工具 明白了 今集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时间又到了 或者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给袁医生的诊所预约时间 他们的电话是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读数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hing.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